你们结婚这么久了 应该互相了解 互相关心 这么点小时候都搞不清楚 任我怎么放心啊 妈 您回来了 您怎么突然回来了 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我们都没来得及 好好准备一下迎接您 还没来得及向您介绍 这位是 这位就是顾小姐吧 阿姨好 妈 我要不是看新闻 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我有了一位儿媳妇 我们先去吃饭吧 妈 您尝尝这个牛排吧 这个黑椒酱汁是西西从昨晚就开始熬制的 怎么样 味道还行 对了 听说顾小姐是江北人 对 我从小就在江北上的 那你做什么工作呀 我学的是设计专业 现在跟朋友一起开了一家 自己的品牌服装店 Y帽这次能拿下 Alex的独家代理权 也都可有了西西 Alex本人也十分看好她 还特意叮嘱 要她来担任 Y帽系列的品牌助理人 没有那么夸张了 主要还是思辰比较厉害 我可能因为是学设计的 跟Alex先生有一些小交流 也就帮了一点点小忙 吃吧 奶奶吃 来 尝尝这个 西西做的 等等 思辰从小就不吃山药 这个你不知道吗 你们结婚这么久了 应该互相了解 互相关心 这么点小时候都搞不清楚 任我怎么放心啊 妈 西西对这个山药 进行了一些 小小的改良 对 西西这个孩子啊 又用心又细心 她对待思辰 可不比你这个当妈的差 来 光顾着聊天了 菜都凉了 快吃快吃 吃饭 来 来啊 尝尝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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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